我看杨佳老师 已经把号研拿起来了 这个作品是值得我站起来 给你鼓掌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看着我心潮澎湃 因为我这个年龄啊 北漂是我后面 好多辈的事了都 我们当初没有面临 这么大的压力 可是现在到你们这代不同了 竞争特别特别激烈 有多少人梦想着 能够演个电视剧 梦想着上一部电影 梦想着能上好声音啊 星光大道啊 这样的舞台露露脸 可是这样的机会 对年轻人来说非常非常的少 其实我们做电视节目 也无非是想 能够给这样有理想 有报复有能力的年轻人 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很感谢你们今天 用这样一个作品 把这个节目的主题 都给点出来了 如果我有这个可能的话呀 我要碰到哪位电影导演 我也要向他们推荐你们 谢谢老师 你们五个人在潘争较心里 是中国最棒的年轻戏剧人 谢谢老师 我差点忘了 谢谢老师 谢谢潘争较老师 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接下来我们邮请 龚翰林老师点评 还是先给他说话 谢谢 刚才这个宏大老师 他说你们的表演 知道他站起来为你们鼓掌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一个年轻人想成功真的不容易 但你们现在在我的心里 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喜剧人 我特别特别相信 有一天 无论是在电视音频前 还是在大荧幕上 还是在话剧的舞台上 会看到你们最闪光的哪一刻 祝贺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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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翰林老师 和我眼含热泪 我当时在场上 我就有点控制不住了 就开始要 就抽的那种 我一现在心里 就是已经受不了了 那台上就帮忙了